大家好 我是HR測試員 魏婷 阿摩 我為各位介紹 這個 西谷獵人的宣傳亮片 這個包裝裡面有兩個 因為我拿了一個起來 所以裡面只看到一個而已 這個包裝一個包裝是兩個 它總共有兩個顏色 一個金色 一個銀色 好 那它的使用方式呢 有以下幾種 如果是附鍋在硬耳上面呢 我們可以這樣使用 我們可以加在它的腹部 硬耳的腹部 也可以加在它的尾部 尾部 那卵蟲方面呢 比較多種變化 邏輯你用的是這個 速扣鉛 那我們現在要釣海水的話 像海底的大型的羹羽的 我們可以把旋轉亮片 附在中間這裡 這邊 然後再扣上我們的狗子 加上鵝 那落水之後呢 它就會往下 那亮片就會這樣子跑起來 會再旋轉 那貼水之後呢 它拖曳的時候 這亮片也會敲底 會有聲音 而且會有一個反射的效果 那對於來說呢 它會增加它的識別性 還有 在我們做T尾 像這種 這種 用法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 亮片這個地方 這裡 我們可以用 勒索管 勒索管 那我這個亮片的勒索管 是用4mm的 3.5-4mm都可以 然後 勒索管上去之後呢 我們直接穿過勾子 直接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 它就會 固定在這邊 然後再扣上我們的耳 那在拖曳的時候呢 亮片就會旋轉 會旋轉 那這個呢 是不影響到我們著勾效果的 因為它是活動的 而且沒有很緊 就是可以固定 但是它不會特別緊 而且你到這地方之後 它旋轉並不會去影響到我們耳的勇姿 那這個是鞠餅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 我們所謂的洗頭勾 那洗頭勾的話 你的亮片呢 一樣也是用勒索管 勒索管 然後拖好之後呢 我們勒上耳 直接把亮片扣過去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 落水之後呢 我們平收 那我們的亮片在後面會旋轉 這樣子呢 就很像一隻魚 在拖曳 拖曳的時候這個亮片會旋轉 那會有一個反射吸引魚的效果 那這個呢 一樣它是不影響到它的著勾性的 那這個方式呢 在日本很多職業選手 在打比賽的時候呢 也是都會用這種方法 這種方式 那現在呢 我們有出這種小亮片 所以呢 可以直接引用 效果非常的好 好 再來就是像這個 如果掉海水的話 掉海水的話 你有用這個 鐵板 鐵板 那我們的亮片呢 可以附掛在後面 在後面 在後面 好 那剛剛講的硬耳呢 硬耳 我們可以有勾子 也可以沒有勾子 那有勾子的話呢 你要注意到什麼呢 注意喔 我們亮片在我們勾子的上方 亮片在上方 因為這個亮片的重量呢 整個加起來實測不到 一克 不到一克 而我們勾子呢 在下方 但是亮片呢 因為我們在落水拖曳的時候 它會有水阻 會有水阻 所以亮片會比較高 那勾子會比較低 所以在拖曳的時候 亮片要在勾子的上方 這樣子呢 比較不會有什麼樣的 碰撞的影響 所以像這個方式是可行的 這樣子 好 那或許還有更多的使用方式呢 那以上的方式呢 是比較大宗的使用 那這個亮片呢 這個群長亮片呢 介紹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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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